这个房子的租金是多少 这小区是附近最好的房源了 房租性价比也很高 一个月是六千 二一负三 外加一个月的中介费 这么贵啊 能不能便宜点给我吗 林小姐 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 这房子你也看到了 房型特别好 房源呢也是非常紧俏的 五八同城上面 已经有很多人在预约看房了 这样吧 顾医生 你下楼去看看 小区的环境怎么样 我跟中介大哥呢 再好好聊一聊 去吧 不着急啊 慢慢逛 这 来大哥 您请坐 您客气 别客气 别客气 把这儿当自己家啊 坐坐坐 实话跟你说吧 刚才那位帅哥呢 他其实是我的男朋友 男朋友 是的 你刚才还不叫他顾医生呢 你一撑 我们年轻人之间的情趣 他真的是我男朋友 而他真的是医生哦 你都不知道 医生很苦的 又苦又累 薪水还少 他跟我在一起 又要养我 又要养家 真的已经没有钱了 您看您行进好 给我们便宜点呗 不是 你男朋友自己不都答应了吧 你干嘛特意避给他说呀 他那是好面子 他在我面前他不敢说呀 其实他的钱都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没有钱了 他现在连吃饭都不敢自己买 他要在医院里喝点葡萄糖过日子 真的很辛苦的 林小姐 您别逗我了 我干这么多年 什么客户没见过呀 你男朋友手上的表 可不便宜 假的 A货 你想想啊 他不穿的人模狗样点 我爸妈看不起他呀 而且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他总是想把最好的生活给我 牺牲了很多自己的利益 我现在真的不忍心 看他再为我牺牲了 要是这样 那你男朋友还真的挺深情的啊 当然啦 他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对我也特别特别的好 您就帮帮我们吧 看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好吗 林小姐 你这 你这不为难我吗 要不这样 以后你生病的时候直接来找我 就不用去挂号啊排队啊 我这样他肯定看 怎么样 林小姐 你这是在咒我 不是不是 我没那个意思啊 不是再说了 医生这行业真的不穷 真的 我没有骗人 医生这条路特别不好走 又苦又累 赚的还少 但总得有人去干啊 他就这么一个人 牺牲小我 成就大我 他是我的英雄 而且他自己刚才都说了 家具我们不要 所以就便宜点吧 可以吗 那这样吧 我去跟房东打个电话申请 争取给你们五千五 好吧 感谢你 大哥 客气了 喂 房东太太 是这样啊 那个房子呢 现在已经确认了 但是咱这儿能不能稍微再优惠一点 我知道 但是人家也是挺成心的吧 咱这儿 咱这儿能稍微便宜一点 人家小夫妻也挺不容易的 五千五 哎呀好嘞 咱就五千五 谢谢你 好嘞 谢谢你 谈妥了 五千五 感恩 感谢 好人一生平安 你回来了 先生 您女朋友可真能砍价 这没有 那我们走吧 好了 顾医生 得了 回头 你俩小夫妻再给我买人双双床吧 好 好 有意思呢 走吧顾医生 那个我们电话联系啊 嗯 有事啊 你刚才是不假装我们是情侣 怎么可能啊 我 我有事啊 我假装我们情侣 是吗 是啊 那个中介大叔他 他搞错了 他以为我们是情侣 那你放心吧 我跟他解释过了 我说我们不是 哦 那我就没有为了见你爸妈 买了一块假表 也没有因为饿着肚子 吃不上饭 只能在医院喝葡萄糖 你这个人怎么还在门口偷听呢 那你干嘛把我支出去才说啊 我一看你就不会撒谎啊 我怕你演不好吧 谁说我演不好 我觉得我没有 喂 喂 哎 那个 不好意思 我刚刚忘了把那个做工合同给你了 嗯 你发我邮箱就行了 我把邮箱发给你 哦 好的好的好的 狗拉哭一强 嗯 听得吧 看他 在指尖花心 有点想 啊 下 清闲 邮医生 你这眼睛好好看啊 不疼了是吧 你的伤口就要拆线了 别乱动 好疼吗 最初 已经重在于我心里 好疼 还疼吗 我靠着你笑着 一见钟情二见清心 听说过没 时间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看最严 你不是一直没有地方练习吗 现在这么多的观众 你就当作是会演现场 演练一次 你已经用你的演奏鼓励了我一次 现在也该鼓励鼓励自己 你愿意听他敲翻脚铁 对啊 我愿意 而且我觉得林志孝同学的三角体 是整场演出的点睛之笔 还有你的衣服我忘记还给你了 下次给我吧 下次 你是指去医院的时候吗 嗯 音乐家的手是很珍贵的 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他 毕竟我是你的粉丝 这么多明显的迹象 你一点都没有觉得不对劲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真为顾一声打一把同行呗 怎么就遇上你这么一个对感情迟钝到死的傻姑娘呢 我 不是 谁 你一点都没有 你一点都没有 我 export 你一点都没有 你一点都没有 要是我进来了 这里是医生的休息室 不怀疑你 出去 你买的礼物呢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要不你帮我洗一个橙子吧 很快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这是你